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 顺眼就查什么了 但是通常好看的未必耐放 耐放的又比较单调 很闷哦 哪有那么完美呀 花多姿多彩 肯定有很多人抢着买 但是耐放也很重要 你想要什么 现在根本都轮不到我来选 一个呢 就积极进取 以后还能帮我很大的忙 但是另一个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最近他老是躲着我似的 应该选谁 很清楚了 这笔贷款到期之后 你除了要把本金还给我之外 我还要你 在董事会宣布 会转让百分之五秋势股权给我 原来你肯贷款给我 是因为看中我手上的秋势股权 你有百分之五 大博有百分之三十 加上尼克是基金会主席 也可以动用百分之五 如果从我手里再拿走百分之五 一共加起来是百分之四十五 岂不是跟我爹地的股权 打成平手 我身为秋家的一分子 想增持更多秋势股权 有什么问题吗 你也说了 就算我多拿百分之五 对你们来说也只是打合 没什么影响 更何况董事局的人 向来以二数码手势斩 原色权还是在你们手上 你会开口跟我借钱 应该也是没有其他办法的 对吧 我会不会是你唯一的希望 好 就照你说的 事成之后 我转给你百分之五 好 快 当年 你将小嫂生出来的儿子 当成二嫂生的来骗霸 继承了秋氏的家业 再加上钻石商场火灾 治兵为了逃避责任 收买了浩尔的秘书 陷害浩尔 害他无缘无故坐牢 光这两件事 如果我要你们父子俩还 我看你们这辈子都还不完 这些事你怎么会知道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这个世界没有永远的秘密 我看 你也不希望这件事传出去吧 你应该不会做出商人 无利己的事对吧 放心 我和浩尔也是姓邱的 当然不想看到邱家生育受损 也不希望邱氏集团出问题 以后你仍然是主席 身为副主席和CEO 我和浩尔会尽心尽力为公司服务 只要你不再有私心 我保证 我们日后会相安无事 你考虑一下 就是因为你戴起庭一句话 让邱首义把生意给你娘家人来做 害得我爸生意失败 最后我爸带着我和我妈一起烧坦自杀 就是因为你的一句话 我变成了孤儿 为什么你还要把我的丑笑放上我呢 你害我没了宝宝啊 我可是我的孩子 你把我孩子还给我 我 你如果要杀我的话 你自己也要坐牢的 是不是 你放 你放心吧 你放心吧 我会跟你一起死的 我要去见我的孩子 不 不要啊 我不想死啊 我不要啊 这样吧 你要什么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要多少钱啊 你说啊 你到现在还觉得有钱就了不起啊 我告诉你 我不要钱 我要你给我的孩子陪葬 我也不要 我不想死了 我不要 救命啊 救命啊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 你是布莱恩的堂姐 我 我是他同父异母的大哥 比米勤厉害吗 无缘无故 布莱恩怎么会变成你 同父异母的弟弟了 不是无缘无故的 当年 我老爸和邵家碧是初恋 伙伴就是他们的儿子 你二叔还把他当亲生儿子那么疼他 你是不是喝醉了 我没醉 娜娜 他死之前 他亲自 做了DNA 见证 报告还在我这里 你不信我拿给你看吗 我 我 你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